最少是現在這個階段 聯署現在這個階段 暫時聯署的佈局 其實我們都說了的是 涉及到懷疑冒用 液權身份 和土地的化解 和法土地截圖過程當中 可能存在的欺詐行為等等 這些東西主要是 九十年代那時候發生的 而現在的業主 上行公司按照我們所掌握的資料 應該是2004年那時候 由中非公司那裏 買回來這塊地的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所以我說 暫時現在這個階段 由我們調查來看 上行公司未牽涉到 之前所說的 不論是液權的無用 還是其他方面的 譬如說畫界和 發出地截圖方面的 一些不拒之行為 所以由某一個方面來講 上行公司 可能都是一個 在這個事件當中的 一個所害者 可能當時買錯了的東西 在這裏 在這裏 上行公司 在這裏 上行公司 在這裏 上行公司 搜紳